在大熊猫国家公园 十月的一场秋雨过后 大熊猫母子 思思和圆圆 正惬意地躺在竹林中 享受着一个温馨的午后 一只成年大熊猫 一天要吃掉 一百一十五千克以上的竹叶和竹杆 才能保证自身的营养摄入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竹资源丰富 大熊猫洗食的竹子 就打二十多钟 竹林中正缠着妈妈玩耍的 幼崽圆圆刚满一岁 这是一只熊猫最活泼好动的年纪 它对大自然的一切事物 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欲 然而思思现在只想通过午睡 来保存体力 突然远远看到远处的树梢上 好像闪过了一道橘红色的身影 生命的意义在于探索 这是圆圆的雄生信条 正在休息的思思 并没有注意到圆圆的举动 天赐良机 远远决定去一探究竟 小熊猫红红喜欢跑到向阳的树干上晒太阳 作为与大熊猫同育半生的哺乳动物 爱爬树的它们可以在树叉枝上行动自如 那份完美的平衡归功于它们浓厉的长尾巴 红红红看着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在向自己展示爬树的技巧 圆圆顺利地爬上了大树的树冠 红红用眼神对圆圆的爬树水平表示了肯定 年幼的熊猫享受着山间的威风 它觉得有一些疲惫 或许可以在大树上睡一觉 但是它不知道的是 思思在发现孩子不在了以后十分焦急 不停地在山间寻找着自己的宝贝 这个年纪的熊猫幼崽 独自在野外 时刻都可能面临危险 圆圆对潜在的危险毫不知情 小气之后 圆圆正在用眼神 和这位同样能上树的帅气朋友 进行告别 贪玩的孩子有些饿了 现在他想回到妈妈的怀抱 在半山腰 下山回家的圆圆就在不经意间邂逅了妈妈 正在生闷气的宽厚背影 为得到妈妈的疼爱 圆圆只好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撒娇卖萌 或许是撒娇起了作影 妈妈向圆圆重新张开了怀抱 但思思知道 孩子早晚有一天会离开自己 迎来真正的自由 大熊猫国家公园已经通过大熊猫 新的圣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